哎呀你坐得离我好远没 逢家节被私亲啊 中秋节我们俩要团圆啊 来来过来过来 我跟你去磁铁互斥 好 磁铁有两面嘛 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讲一讲啊 大马中秋节和我们所习惯的 在家乡上海过的中秋节有什么不同 我们顺便也是两个人相聚来回味 回忆一下中秋吧 首先呢我看到一个网上的视频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这个视频是一个已经停根的博主 量不是很大 但他做的挺好玩的 我想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下 其实我以前有一种感受 因为之前我效力的钱东家 我的这个业务老板是新加坡人 所以他经常在每年的这个中秋节 给我们过中秋节 我过过几次新加坡的中秋节 简而言之呢 就是我觉得我们在元宵节做的事情 他们在中秋节也做 对而且呢我们因为已经是在大马过的 快要过第二个中秋了嘛 我去年不在 你去年不在 我总感觉跟在中国上海过的是不一样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别人总结的中秋节 十个特点啊 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就能够来关注一下吧 现在你看我停下来了 我们看到他说的第一个特点 就是中秋月饼多元化 这个你认同吗 这个非常认同 我觉得这个华人地区 据我所知的 不光是我们大陆地区 在那个在台湾 他们还会送乌鱼籽加月饼 对对对 这什么呀 乌鱼籽是一种比较高档的食材嘛 对然后我见月饼就是 也是怎么说呢 中秋节多多少少有点commercialized 上海呢 对吧上海也是啊 对吧 上海多元化吗 上海也非常多元化 其实你这月饼的装针 已经超过了你本身 然后以前有非常奢靡的这种装针 所以大家其实是买猪还猪的心态 对对对 买独还猪 买独还猪 而且发现是随着时代的变迁 它又变得不一样 以前我们小时候就上海人尝试的某一种很神秘的 大家肯定没吃过 鲜肉月饼 现在也有啊 对啊 就是那个外面有点像是文良港买的这种酥皮的潮州月饼 里边是热的 是鲜肉有汁水的 这个是我吃过的 对吧 我们小时候是这样 好像随着时代的发展 包装是越来越复杂 然后这个月饼各种各样什么星巴克的那种冰皮月饼 冰激林月饼 还有哈根达斯的冰激林月饼 然后冰皮月饼 证据什么火锅月饼 对就像西马克他引领了一个叫桃山皮的月饼 它不像是广市那种烤皮月饼用艳粉做的 对特别多 对 好这个也是我们的我们那边也是 这个月饼礼盒装礼品化 对啊冰皮月饼 你看你看你看 他们特别强调这一点啊 对冰皮月饼要花式兼容 你做过是吗 做过做过 难做吗 嗯 不难不难 我们我们以前family day的搞的活动就是冰皮月饼 让小朋友都做一下想想看就是他不难 但他挺费时间得肉 而且他有个特点就是他的保鲜期很短 要做完要立刻马上吃 但我发现在大马大家提冰皮月饼这个事情特别多 哎你看我这边就有一个观众朋友送给我的 一个榴莲配斯的的呃冰小小的像瘦桃一样的非常好吃哦对不对 对我们现在来一个吧 哈哈哈他就是一个冰皮月饼 我觉得马来西亚提冰皮月饼这个事情特别多 我不知道是不是originated from Malaysia 嗯有可能吧 我我记得在我们中国的话呃当时我吃到呃就听说是从台湾那边穿过来的哦是这样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对 对好来我们分享一下不舍得吃好美啊来吧我已经偷吃了好几个了 哈哈好那我们接着看下去看还有什么特点好吗 嗯嗯就是传统的啊上海月饼我觉得这是很奇怪 每个盘子都看到上海月饼但是这个像上海月饼的东西我们在上海从来没看到 这就是我想跟你讲的这里有很多人说哎我们吃的这种上海月饼但是sorry啊 他不是来自上海这种月饼我们在上海是从来没有吃到过的对吧 这种东西这个这个这个都不太看得到他们好像呃我关注了一下所谓的上海月饼里面一般都有个咸蛋黄哦 他在我们上海可能最多只能叫做蛋黄酥之类的这种你觉得他他以什么特点被称为上海月饼除了咸蛋黄还有什么呢可能就是咸蛋黄吧 还有就是他用了有一点像那个中式的酥式的酥皮但是他改良过的酥皮是比较柔软的那种嗯嗯可以你还是你懂吃 刚才讲的第四个特点是什么嗯这是上海月饼啊啊榴莲饼那个确实有了这不得不讲是大马特色了你看我现在吃的就是榴莲月饼太好吃了嗯而且大马榴莲出名嘛上海好像有嘛没见过我这榴莲口的还没吃到过没吃到过哈可能这几年肯定也会有了也会有嗯现在榴莲又近 谢谢马来西亚月鱼不是要往中国运用的嗯嗯希望可以吃到嗯OK我们接着来看要自己去做月饼哦我看到了哦对他们自己做些这好考究啊嗯这个应该是做奶黄吧嗯哦大家一起做月饼这种场景在我们国家从来没有过我是没看到过没有吗哦我从来没看到我们家就是你做然后很多家是不做的我从小反正我们家里长辈也都没有做月饼 大家会做很多东西那你说做月饼从来没有吧对我们中秋吃的不是以月饼为主我们吃的是毛豆和鸭子还有玉奶哎这个我们可待会儿可以透露啊我们吃的是一些什么这个冰冰就是揉皮要揉很长时间嗯啊对让熟糯米粉把它那个放进去再压不然会粘住模子哎这个模子我们家也有以前对对一模一样嗯丰盛的菜肴煮丰盛的菜肴这个我们可以聊一聊啊我们看看他们吃什么嗯 嗯啊火锅吗哈哈哦烧烤哦发现很多元真的很多元这是韩国锅吗有韩国锅吧说一下吃的吧就在上海因为以前我们中秋节也是要家人团聚嘛嗯那上海吃一些什么你给我们做一个科普吧鸭子就各种的鸭子吃饭刷老鸭扁尖笋汤或者烤鸭都可以哦先是鸭子嘛肯定是要去买那天所有有卖鸭子的店总是排场对的 酱鸭文虎酱鸭之类的各种鸭子对然后接下来就家里面肯定会煮毛豆跟郁奶其实煮起来超简单就是放点盐然后一起煮一煮水煮一煮然后你们家是喜欢那个郁奶剥皮之后是蘸棉白糖吃的蘸一点糖白糖我们家就这样空口吃啊反正是蛮简单但我小时候就不太喜欢吃郁奶而且毛豆就是枝豆嘛在大马这里你说是卖比较贵的嘛嗯对对对对非常贵已经很便宜啊在上海可能就可以大家都可以吃一桌一两块钱 一两块钱一斤或两斤超便宜的嗯对这个是我们吃的东西不一样嘛对啊看看别人哦团圆饭团圆饭的也是一样的对不对我们好像比较少会特地去中秋大家一起团圆一下比较少可能就就就一家人我们家就是家人人的我就小时候会的哦会坐在一起然后你说的鸭子我们家都是做成汤哦鸭汤啊那个最后会上来我们好像很少然后我就记得啊小时候还像模像样的吃完饭已经晚上八九点然后在外面赏月 然后我爸总是在后面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元要第二天再赏家人还是会相聚一下我们好像印象里面从来没有赏的这样一个环节你们家好有仪式啊哎这个特点六一定要吃月饼啊那这个是自然嘛哎我们家一般中秋节会吃大闸蟹因为那个时候大闸蟹都上市了对我们家没钱吃哈哈哈哈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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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看他说的第七个特点啊我说吃月饼那个很普通但是 第七个特点就有意思吃月饼加泡茶我们没有吧泡茶真的不会哎因为这里很多华人我相信都是来自于南方的那个喝茶的文化应该是蛮浓的蛮重广东啊福建啊都有啊哎看到没哦吃鸣角对前两天有观众跟你讲对吧对鸣角是我们江南这边的一个叫水巴仙的就是八种水生植物当中的一种哪八种对他们的鸣角的颜色真的特别的深我们平时那边吃到 然后呢就这样生的我们不太会去吃了因为他已经比较老了嘛我们一般是弄鸣角的弄鸣角的对但你们家会吃吗我们家不太吃你们家我们家吃的剥的好费力我们家吃的我妈就会煮那个大锅子一锅然后说来吃鸣角我们家生吃的我们吃煮的哇塞嗯生的也有但我觉得生的是有点脆有点点粉煮的煮完以后就是比较软的哦我是从小不爱吃这个然后水水的我就觉得它像个牛角一样 妈妈把它咬开再把那个肉弄出来吃其实都是都是淀粉嘛这个但是会在中秋节吃吗对哦我妈有这习惯的哇嗯灵力聪明啊就是这样的吗嗯再看看这个算老龄了已经比较老了猜的你懂我是因为我有新疆泡河满之后给我们搞了活动我才知道我也是到这里啊你看我们international day以前也有朋友说我们要搞一个活动啊就让大家来 呃写些灯迷设灯迷啊猜灯迷啊没有完完全没有完我们是元宵节猜灯迷元宵节去什么城隍庙啊对什么逛灯会啊猜灯迷但也很早远了从来没去过对哈哈哈你去过没有我连灯迷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哈哈哈那你说他们怎么猜啊自己在家里玩吗哈哈还是要出去去灯会要出题嘛然后大家猜嘛猜中就有讲啊讲一块月饼大概看看哦自己玩 啊提灯笼也没有吧但我们新疆泡河满河过确实是会让我们在聚在一起来做一些手作灯笼对啊这回不是福建会馆要办的灯会吗他们就那边有很多灯笼给小朋友玩很漂亮的那个各种颜色的有那种大红灯笼的也有那种像折叠的这样的这个里边呢有绿的红的黄的都有不同的光而且他们小时候说就用麦露和牛奶罐做的很多观众回忆不也讲吗小时候就这样的一下子勾起很多人回忆 其实很难想像麦露罐子做灯笼的话那个怎么照的亮呢因为这个罐子是不锈钢的呀小时候什么不懂是不是顺便打一些孔然后就让那个蜡烛在里面穿射出来没笔真聪明大家如果有麦露的这个展示一下我们把欢迎投稿我们把这个照片贴出来好就这样的你看简化了小小的咦他们有嫦娥中秋对对对其实有兔子的我们兔子灯 也是在中秋在这个元宵才会做嘛对哎还挺漂亮的哦对真月十五元宵节也是月圆之日嘛对啊也是月亮也是常的中秋节也是那个哦哎对对对我们小时候是元宵节走走整个新村是吧他们这个好考就哦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还允许说大家提着明火到街上去后来就不允许了对对对但后来我们提的灯笼孩子用的灯笼都是纽电的对你不是在社区里贴过我爸做的灯笼吗 小时候我就提过我爸就帮我做嘛而且我也小时候提过我们是兔子灯在地上拉的装两个轮带对对对里面有那个木架子架子上面呢就是会插一个蜡烛对就是点着那个蜡烛就在这个小区里面走一走对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每过那个元宵节的这一天都会要我们晚上拿着自己的灯笼他会组织我们在学校附近马路上走一圈我们有过几年小时候还挺有仪式的现在根本就没有了没有了 那他们会不会吃汤圆呢 中秋节 哦 长河本日一样的 嗯 设下了九倍太阳队 啊 还有这一卡 嗯 啊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我们这里的版本好像把长河说成那种不一的这个就背叛自己先生的这种然后偷吃了仙丹然后到那边去真的呀 确实有点不一样了对对对不一样不一样 你看他这里面朱元璋的什么故事也有关系因为每个地方都会加上一些自己当地的风俗认知理解 甚至于有一些这个政治管理人员的一些意图都有可能哦 我印象太深了我们小时候说的是嫦娥贪慕虚荣 然后就把这个长河不老药自己先吃下去了哦 好像是 被到天宫里面去背叛了后裔啊 那她是一个不太好的女性的形象 那她是一个被认为是薄情寡义的负面形象 哦哎这里也提到元宵的灯笼哎 你看哦 哦南方省南方省市哦 对呀难怪他们说香港也是会提灯笼的嘛 哦所以新加坡也提灯笼 就完全可以理解就可以理解了嘛啊 南方就更多的会是这样哎不错哎 我觉得啊我们大概了解啊在上海和我们现在生活在大马中秋节习俗的不同呢 多一种新的风俗习惯而融入当地的朋友的这些习俗也让我们感受到异样的一个中秋 嗯挺好玩的那我们今年却很大的不同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月饼可以吃啊 对不对我觉得你看呢非常非常怀旧 已经很多年没有收到这么多月饼了 因为大家都在中国不爱吃月饼 然后中国月饼确实不好吃 一开始是好多好多超多但大家都把它当成是一种礼品 我送你你送我将轮来轮去后面就变成送券 对我们这一张也就不多了月饼提货券 然后关键是这边月饼好吃我已经我已经花钱买了好多 对啊我就不只有一个朋友生活在海外的告诉我们说大马的月饼是全世界最好吃的 就是在美国的Costco都有卖对吧你看我甚至于觉得啊 我们现在生活在大马第二年第一年的时候好像只有一个朋友送我们月饼 今年我点了一点到现在已经收到七份了 哇啊这就说明你在大马融入华人圈的一个程度 我称它为叫月饼指数收到的月饼越多代表这个你融入的越好啊大家对你的认可度越高 我跟你说我准备重操就业了 然后这两天我重新再把这个我们的苏式的鲜肉月饼这个记忆我把它温洗一下 哦这个这个这个大家一定要期待啊这个太棒了 你你要怎样我准备就是我们送OKA的老朋友 对对对对对对对给大家尝尝味道 如果我研发成功的话耶这变成我们OKA的Lab里的产品啊 如果是附订的老朋友我们就给他送货的时候送一点对好 thank you 谢谢拜拜 拜拜